你好 欢迎收看6月13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慧 华联县13号再新增一起本土确诊案例 属于桃园观音水泥场公班返乡家族群聚的衍生个案 是案12670公投的女儿 累积到现在 华联地区已经有51例的确诊个案 今天是6月13号 那今天我们花联县新增了一个案例 花联县13号再新增一起本土确诊案例 属于桃园观音水泥场公班返乡家族群聚的衍生个案 为案12670公投的女儿 那今天这个确诊的个案呢 就是在我们下面看到的公投她的女儿 这个个案本身呢 她其实没有任何的症状 那但是因为呢 她这个6月11号的时候 被我们匡列成为居家隔离者 那因此呢 我们会把她送到布里花联医院 去做这个核酸检验的这个检查 那做了核酸检验检查之后 那阳系确诊 阳系确诊 所以她本身是没有这个 没有任何的症状的 那这个个案呢 我们再回顾她的这个所谓的足迹 那刚才讲 从17号学校停课之后 她18号返家 就一直在家里面做远距教学 那她基本上三餐都是由她的这个爷爷 或者爸爸帮她打理 她唯一的在6月8号的时候呢 应同学之邀 然后去了一个妇产科 也去了麦当劳 那也去了这个7-11 买了些东西 买吃的 那所以因为那天有同学的相伴 那因此我们把她同学列为一个接触者 匡列成为居家隔离 那其他时间 都是刚才讲 在远距教学 因此这个案呢 她的目前匡列的是三个家人 家人一位 那其他就是还有这个两位的这个部分 那其中有一位是比较特别是 这个个案在我们的 部立花园医院做这个所谓的裁剪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 这个在医院里面的造福员 那跟她有所接触 那刚好也把口罩脱掉了 所以因此呢 我们也把它列为一个居家隔离的个案 另外原定从6月15号开始 开放预约施打疫苗的方式 也改为县府同意通知接种疫苗 那在我们4月10号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说明 我们原来二到五类有 一万两千七百四十剂 那但是送到中央CDC的时候 中央CDC有删除了将近快两千剂 所以这样子的结算下来 我们大概还有三千多剂 两千八百七十六剂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 对于我们花园县的长者的部分 来安排长者的这个做预防针的注射 我们会以这个分林 分村分时段来接种 那县政府也会印制我们的疫苗接种通知书 让我们的村里长 或是里干事来做发放和联系 那对于行动不便的我们的长者 我们会有巴士来接送 当然我们也会做好防疫的处理 累计至目前为止 华联地区已经有51例确诊个案 筛检人数更是超过4800人 县长徐正卫也呼吁华联乡亲 务必做好防疫 如果和确诊者的足迹有所重叠 有疑律也可以透过预约 前往华联市卫生所进行快塞 千万不要轻忽任何可能性 记者 徐立晴 华联市报导